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大家來到看香港頻道 今天我們邀請的嘉賓是國際人權理事 中國問題專家吳文欣先生 吳先生你好 吳先生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請吳先生分析兩個新聞 首先 昨天中共搞了一個短命圍台軍演 叫聯合利劍202B演習 美國對此發出嚴重警告 結果共軍擺出陣勢一天就收檔 同一時間 根據中央台報導 肥仔金向前線部隊下達了對韓進入射擊準備 新聞2 根據看中國報導 最近有跡象顯示 中共內部可能發生了大事 習近平明顯已經失勢 並表態同意恢復接班人制度 所以中共現正急找接班人 請吳先生分析這兩個新聞 首先講中共的共軍在台灣海峽做軍演 可以說是張牙舞爪 是吧 不過其實已經不是一個新聞了 因為中共在台灣海峽附近搞軍演已經搞了很多年了 我想最少都有五、六年 最近五、六年 不斷地搞軍演 最厲害的那一節就是美國的議長去台灣 派了三百的軍機騷擾台灣 沒有進入領空 但是已經很接近了 很接近領空 這次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這次呢 比較特別的就是你剛才說的 你說他們軍演一天就收檔 這個呢 我懷疑呢 是跟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有關係的 美國現在對中共是越來越強硬的 雖然拜登總統不算是那些鷹派的美國政治家 所謂的鷹派就是對中共很強硬的 它不算是那類的 但是呢 它都是要在民意壓力之下越來越硬派 這個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民眾是越來越看得出 中共的真面目 美國人其實完全不是好像中共宣傳這樣 美國人其實本來對中共 可以說尤其是對中國是沒有惡意的 美國政府在七十年代末期 開始改變對華政策 是搞這個聯中反俄 聯中反蘇的策略的時候呢 就曾經開始對中共放寬了 放他一馬 為了得到中共同意 不要聯手跟蘇聯去打美國 那這件事呢 令到其實很有意思的 一個就是美國對中共改變了態度了 甚至還幫中共入聯合國了 那這個計程就能夠明顯了 那這個計程的話呢 要把大陸的困難 證明它們還可以決定 但是我們那幾個月就不想屬於 中共運動 反正在意外 它們有合理 但是我們在意外 是否我想應該會有很多東西 然後大家知道 才可以案件的 可能它們也不おお 它們也會被這個錢 那大陸的貿易 但是它們對白錢 它們都不是太多了 現在這個有很多真面目的 美國對中共可以說是非常和善 一直都是的 其實美國在50年代是很反共的 所以凡是共產黨它都要保持你的 但是因為中共向美國當時表態 毛澤東在70年代初期向美國表態 但是中共沒有採取主動的行動去對付蘇聯 只是給美國 比如說很多人我不知道的 美國當時70年代是由中共和美國的共產黨 所以中共是在中國大陸的領土裏面 沿著蘇聯的邊界建立五個龐大的軍事間諜設備 非常大的設備 因為當時70年代不是這麼容易的 那時候沒有現在這麼發達的間諜衛星 所以要靠近蘇聯邊界才能夠觀察到 以及監視到蘇聯的軍事活動 當時中共是同意的 所以你說其實這件事本身就說明 共產黨人是絕對沒有義氣可說的 它們原本和蘇聯共產黨還是清兄道弟的 所謂社會主義兄弟國 但是為了它個人的利益 為什麼它個人利益呢? 因為當時毛澤東要求美國 這五個巨型的設備 過了五年之後就要送給中共 中共可以得到很多先進的貨 美國他們聽說的那些武器 再說這些欺負他們的軍事活動 啊 之前新軍事活動 那麼這個時候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美國要幫中共 進聯合國 美國同意了 換取這個非常獨特的好處 能夠在中國大陸的領土上面 建立一個減時蘇軍活動的設備 當然蘇聯後來知道這件事的 所以我一直都說 大家不要太擔心蘇聯現在的俄羅斯 阿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 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他們會和中共聯手對抗美國和自由世界 普京曾經是蘇聯時代的KGB 這個特定部 即是他的安全部的高官 他當時是專門負責蘇聯對德國的間諜活動 所以普京講得一口非常流利的特異 德文 所以我經常都說 普京的俄羅斯跟中共大談合作 簽了什麼無上限合作協議 這些都是化招來的 為什麼呢?因為普京是很清楚 你中共曾經出賣過蘇聯共產黨 你看看大家的共同透好的人美帝國主義 你偷偷地容許美帝在你中共領土裏面建立 監視我們軍事活動的設備 你說我可不可以將你作為英帝國來看呢? 當然不行了 是吧? 所以我一直都說 大家不用擔心 中俄聯盟那些是迫不得已 因為俄羅斯不夠強大 要侵略烏克蘭等等 而美國和西方國家又表示強硬態度支持烏克蘭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逼不得已 要找一個幫手 是吧? 願意幫他的只有三個國家 伊朗、朝鮮和中共 而伊朗和朝鮮不夠大 不夠強 中共的規模比其他兩個大 以及武器都比其他兩個多 又多又好 是吧? 所以才是一個中和合作無上限的 但是呢 大家修選韓國 我一開始就這麼說的 我一開始就是 應該是2022年 是不是? 還是這麼做的 2021年 這個冬季歐魇的時候 這個 蒲英在北京 跟這個習近平簽了這個無上限合作 這些當時我都說是不用的 這些是法招 沒用的 他們不會為對方犧牲自己的生命 來保護對方的 這些所謂無上限結盟 是用來嚇不西方的 那現在呢 為什麼美國這次這麼強硬呢 可能不單單只是我們所知道的 你中共在台灣游來那個軍演的時候 圍著台灣騰騰轉呢 這次呢 表面上我們看到美國發出警告 但是我想呢 大家要知道 美國軍方和中共軍方可以有直接溝通的 大家都記得 沙利文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沙利文訪問北京的時候 見了這個張友俠 談了一整兩個小時 是吧 他們基本上 達成協議的就是要互相溝通 不要擦槍走貨 是吧 我們一般人所聽到的 看到的 只是美國政府發表的公佈 但是呢 裡面可能還有文章 非常有可能是美國方面 譬如說 舉個例子 打個電話給中共的軍方 喂 你不要在那裡搞一陣子 我不客氣的 你走的 這次你的軍演很近喔 走得很近喔 你小心啊 我們已經有所反應的了 我們美國的海軍已經在那裡 向你的方向靠近的了 最好你就走人 不是我就不客氣 是非常有可能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比較軟弱的拜登政府 都越來越強硬呢 兩個原因 第一 越來越靠近總統大選 而拜登都知道 拜登當然了 現在拜登不是候選人 但是他的政府 和那個何錦麗 或者何錦麗 何錦麗都非常清楚是什麼呢 美國的民意最近這幾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越來越多人對中共反感 大概這個應該是這個新冠病毒的後期 就是2021年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 就是說三、四年前 美國的很有名的這個叫做皮游研究中心 Peel Research Center 他們做過一個調查 民意調查 就發現了美國 美國人民 這個對中共反感的百分率是明顯增加 超過 當時已經是超過百分之七分 現在試過三、四年 只可能是更加多 因為我沒有看到有新的民調出現 就是問美國人 你對中共 當時他們問的問題是 你們認不認為中共是可靠的一個政權 第二個問題是 你是不是對它反感 其實差不多一樣的了 總之對中共反感 當時是超過百分之七十 今天我估計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這種情況下 拜登不可以只是口頭上說一說 他是反共 他還要大聲說 還有採取一些更加堅強的行動 這個是一個原因 就是美國的民意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 美國的情報很厲害的 美國的情報是世界最大的 到處都有它的情報人員 還有天上滿了它的間諜衛星 他們很清楚在中國大陸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知道習近平目前是很麻煩的 他們知道中共高層是非常大的矛盾 內鬥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更加可以對中共表示強硬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 沙利文去中共的時候 為什麼強烈要求要見張有恆 因為他們美國全部都知道 張有恆現在的軍權是大了 所以他要見一見 通過面對面的談話 希望得到精神 這個李友俠是不是真的軍權在握 總之呢 美國是摸了中共的底 所以這次才夠不夠強 這個剛才你說 朝鮮要發出什麼準備射擊命令 肥仔金 肥仔金 是 就是說對韓進入射擊準備 就是準備射擊 我想這些都是發焦的 大家知道中共也知道自己單獨一個對付 美國和西方國家是不夠的 所以他也是在搞他的大聯盟 美國方面的聯盟是什麼呢? 在美國為首之下 可以說所有北約國家都是跟美國的 在戰略上來說 打起仗上來 他們一定站在美國那邊的北約 大家看得很清楚 烏克蘭戰爭就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中共發動對台攻擊 而美國一聲令下 要求他們所有的盟國同時出動去阻止中共 將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變成中共的內海 所以肯定是一夫即應的 那大家想想一下 美國加上歐洲各大國和小國 歐洲大國就是英國、法國、德國 然後輪到意大利、西班牙等等 再加上甚至東歐 東歐很多國家 他們的反共意識比西歐還強 雖然在軍事上沒有西歐那麼強 但是總之加上 除了歐美聯盟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強硬的聯盟 就是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再加上香港、南韓 所以 border 香港、南韓 但是中共也建立了 部長,江達,政府有一對對 他們拿了一對조 Brown-8 roles然後 creators 因為我們的叫他們 說當時還是新西蘭 他一定要聯手其他人 其他人是什麼人呢 這個世界哪個國家願意 做中共的炮灰 跟中共一起在戰場上 堅拼堅作戰 沒什麼結果 找來找去就是肥仔金 還有這個伊朗 還有表面上俄羅斯 但是有沒有用呢? 沒有用 俄羅斯自己已經 真是麻煩到不得了 他打烏克蘭本來以為 一兩個月就解決問題 因為烏克蘭是一個很實理 俄羅斯也費很多東西很多 誰不知現在打了兩年多了 都打不贏 沒打贏 甚至那個世仇對他們很不利 是吧? 伊朗 伊朗怎麼打? 他們自己也是滿身麻煩 因為伊朗一直支持哈馬斯 還有你的真主黨 還有其他的恐怖組織 好像什麼胡塞那些 也門那些 另外他自己發射了火箭炮 去對付以色列 所以他自己已經陷入戰爭狀態 那你怎麼去支持中共呢? 他那個什麼?邪惡俗心 是四個國家嘛 中共、朝鮮、伊朗、俄羅斯 不堪一擊 老實說一句 只是中共的宣傳在騙中國的腦袋 所以俄羅斯沒有辦法在俄烏戰爭中 抽身跟中共搞什麼鬼贏 伊朗一樣 也是自己深陷戰火之中 這個唯有就是朝鮮 所以朝鮮就要出來搞些事情了 要他們的軍隊作好射擊準備 所有這一切是用來分散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軍力 因為剛才我提到那個俄烏戰爭和哈爾戰爭 已經分散了美國一部分的軍力 和英國和其他的盟友 現在我曾經預言過 這個是中共非常願意看到的 也在後面推波助瀾 是要全世界到處點火 我當時就預言到 我說現在在歐洲和中東已經有戰火了 每一個戰爭後面 中共的陰影是非常明顯的 它完全是在背後幫俄羅斯 支持俄羅斯打烏克蘭 支持恐怖分子哈馬斯和鄭鎚 去打以色列 因為中共之所以支持 是因為他們覺得 全球到處點火 可以分散美國的軍力 它所謂武統台灣 就會更加有機可乘 所以我當時就說 可能不單單是這兩個戰火 它還要點完更多的戰火 才能夠好好趁火打結 我當時還預言到 很可能其中一個戰火就是 南北朝 就是朝鮮那裡 朝鮮搞事 但是我想沒什麼用 為什麼呢 美國的軍力是非常強大的 美國雖然現在派了很多軍艦去中東 去那裡支持以色列 美國也給很多軍火 給烏克蘭打 反擊俄羅斯的侵略 但是美國一直沒有碰走 任何的軍事部署 在那裡 在太平洋 印太地區 就是從日本啊 關島啊 一直到菲律賓啊 韓國啊 一直都有美國的海軍在那裡 強大的海軍部署在那裡 他們沒有監視到 美國一個前的軍方的總司令 曾經說過 說美國有能力在三線作戰 就是三個前線 現在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態勢 三條線就是歐洲、中東 再加上印太地區 當時這個退歐的總司令就說 美國的軍力是足夠強大到 可以在三方同時作戰 支持烏克蘭支持以色列 然後支持台灣 就是這樣了 好 這個事情我就講到這裏 我想朝鮮那個是一髮招來的 做樣子的 他不敢真的開槍的 他真的開槍的話 不過呢 有一個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一直都估計 習近平也好 肥仔金也好 他們都很怕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是講到做到的人 他們很怕的 就是很尊重特朗普 所以很可能 希望在總統大選之前搞事 不過呢 已經時日無多了 還有好像20 差不多就總統大選了 11月5號總統大選了 總之呢 這個總統大選對全世界都影響很大的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個問題 就是近來有跡象顯示 中共內部可能發生了大事 習近平明顯已經失勢 並且同意恢復接班人制度 所以現在中共在找接班人 你怎麼看 這個 我本來就曾經這樣講過 我記得在這個三中全會 應該是7月份 7月份的時候 開三中全會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 我當時就已經是語言 是因為習近平失勢 當時不一定個個都同意我的看法 有些人說是因為中風病了 或者有些人說他死了 總之是謠言滿天飛 但是我當時就認為 是因為他不是完全失勢 而是他的勢力是弱了 為什麼呢 我說我那些人就不喜歡去猜 沒有什麼意思是去猜 我也不怪那些猜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什麼都保密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事 很多時候在一個民主國家公佈 公開的 比如說在一個國家元首的健康狀況 是完全公開的 如果美國總統拜登 明天進醫院 因為什麼什麼病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的 甚至如果他是病態嚴重 人家每天醫生有報告的 要對民眾負責的 如果他的病是很嚴重的 不可以再做得事了 那就立刻有副總統上去當總統 然後繼續搶救總統等等 總之全部公開這些都沒有什麼秘密可言的 他那樣是大陸 那樣是大陸 又是大陸 現在在大陸 那幾個公司 現在就是大陸 還有一個民主國家 現在是大陸 然後是大陸 他們開三中全會的第一天 曾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叫做改革加習近平 裏面大讚習近平 差不多他是和鄧小平平起平坐 用共產黨的語言來講 他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 吹得很厲害 那些文章一出現 我就說 習近平在失勢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直 我的分析和推理 我一直說 紅二代裡面 很多人是對習不管的 非常多 但是因為習近平大權在握 黨的總書記 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 最重要的三個位置 他一手握住了 不僅如此 他連國務院 雖然不是總理 但是國務院成立了很多領導小組 去領導每一個國務院的部門 金融領導小組 經濟領導小組 科技領導小組 總之國務院那些部長被全部加空了 那誰是領導小組的組長呢? 開始的時候 12個小組 全部是習近平的小組的領導組長 後來就分了一半給蔡奇 所以大型蔡奇是他人 總之呢 他是熟冷大權 所以紅二代不是那麼容易動手 我所知道的是什麼呢? 紅二代裡面是越來越多人對他不猶 後來就用以這個劉元 劉少奇的兒子劉元為首 就開始秘密地去聯繫那些主要的紅二代 所謂的紅二代就是鄧小平家族 江澤民家族 李鵬家族等等 這些中共的權貴家族 他們的子女 或者他們的孫兒孫兒 這就是紅二代 紅三代 慢慢慢慢就集結了 劉元可以說是一種代表人物 我還記得好像應該是差不多都有 最起碼是一年前 好像是去年5月份 劉奇因為他父親劉少奇的名單 就搞了一個音樂會 這個音樂會是一種遮掩布來的 以音樂會為名 其實就召開准反習大聯盟的大會 是吧 當時我就已經是這麼說的了 這個我想是 我的推理 我不是猜的 推理是對的 大家都要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以為 因為劉元反習劉元就是好人 不是的 沒有這樣的事 這些是黑幫外套 個個都黑的 但是呢 紅二代發現他們自己本身 還沒夠強 他們也都不想 就是我的看法 他們是不想搞你的軍兵變 但是紅二代不夠這個力量的 他們想出什麼辦法呢 除了去聯絡軍方反習的人之外呢 他們也都去聯繫政治老人 那些人 政治老人 好像瘟家寶 李遂環 朱鎔基 那些是什麼 那些就是政治老人 他們仍然是有一定的權力的 表面上是沒權的 但是你知道中共是這樣 中共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是一個人治國家 所以你瘟家寶從法律上講 你什麼權都沒有 你作為一個普通老百姓 中共不是這樣的 美國就是這樣 你昨天總統今天落了 你就是一個老百姓 沒有人怎麼太利利的了 所以為什麼這次11日 11日慶祝什麼什麼的時候 溫家寶和李瑞環就坐在習近平旁邊 很多人就說 哎呀 是不是習近平改變了 願意和溫家寶、李瑞環合作 所以他們談得這樣 好像有些譚笑歡生那樣 尤其是溫家寶 我當時的推理說 是因為這個反習派 就是紅二代加軍方 加軍隊的反習人物 主要是張友恆 還有這個政治老人 以溫家寶為代表的政治老人 他們已經是同意了紅二代 啊 當然 這樣我們知道 現在是青年 還有他們是講 mel Meyer會法 Od前 這個極世保stro 都有 那李瑞環的正式 然後 JD Caitlin 從警方 現在就以你出潛 validated 他們在電視機上看到那些景象 全部是他們演戲做出來的 真正的原因是另有原因 在電視機上面看到 哇 習近平的溫家寶一團和氣 哇 現在好了 習近平的溫家寶一團和氣 習近平的溫家寶一團和氣 現在變好了 沒有這樣的事情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溫家寶佔了上風 向他反擊 所以這個 剛才阿May你說的 他們在找接班人 其實就是這個變化的一個繼續 他們已經得到一種 怎麼說 和習近平講鬧的時候 習近平已經基本上讓了步 那讓什麼步呢 第一步就是 第一步就是 他們要接受張友俠的權力 帶著習近平 溫家寶跟他說 習近平你身體現在不太好 你就不要做那麼多事了 這個軍隊那些事情 你找張友俠去做 張友俠本來就已經是軍委副主席 那你就交給副主席幫你受 有什麼大事啊 張友俠會來找你的 小一點麻煩 其實都是一種 就是說 喂 你搞出軍權力 要不然我就不客氣 其實是這樣 那習呢 我估計 習健康業態是有問題的 這個健康的問題 對習當然是更加不利 是吧 只可以讓出一部分的權力 另一個樣子就是要恢復集體領導 大家千萬不要被共產黨騙 他們經常說他們是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 集什麼鬼啊 集來集去 他是集體獨裁 以前鄧小平搞下的 所謂的集體領導是什麼 是其他的常委 因為中共有七個常委 習近平是其中一個 還有六個 所謂的集體領導 就好像以前那樣 每一個常委都有很大的權 比如說某某常委主要是管金融 另一個常委管經濟 另一個常委管能源 是這樣的意思而已 其實仍然是獨裁來的 只是不是獨裁在一身 是獨裁在七身 共產黨是永遠獨裁的 即使他們這樣分權 但是當這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 內部不無的時候 都是總書記說了算 據我所知 當時江澤民之代 習近平已經搞了這個所謂的集體領導 江澤民當時 要決定要打擊這個全面鎮壓這個法輪功的時候 據我的內幕消息 但是當時常委大多數是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認為這件事不一定是好事 他不是說他們很喜歡法輪功 他認為鎮壓法輪功可能對重產黨不利 所以他們不同意用那種長硬的武力的殘暴的鎮壓方式 但是當時基本上只有江澤民 可能再有兩個同意的 其他 就是多數的常委是不同意的 大家明白共產黨是不搞什麼民主的 你以為他會內部 在七個常委裡面 大家舉手 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這樣的事 當時江澤民一意孤行 他就是要鎮壓法輪功 所以當時他雖然是少數 仍然是他講了算 所以共產黨是騙人的 他只是在某種程度上稍微少一些獨裁 但是仍然是獨裁 共產黨是獨裁的 共產黨的政治局權力很大的 我不聽其他人的 政治局常委權力更大 江澤民那時候 將一部分的工作分給其他常委 但是當他們不忘的時候 仍然是江澤民說了算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現在習近平將權讓給李強 這樣就好了 沒有這樣的事 李強都是共產黨 他們說來 現在那些反習派的紅二代 軍方的反習人士 和政治老人的反習人士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所以才能夠搞成一個聯盟 什麼目標 他的目標不是要消滅共產黨 不是要解散共產黨 而是要保住共產黨的命 因為他們自己的命 是跟共產黨的命 完全綁在一起的 所以他們看到習近平 將經濟搞和 將外交搞到一塌糊塗 四面樹敵 他們怕這樣搞下去 共產黨的命都沒有了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權都沒有了 那麽不行 所以為了保住共產黨的命 運價部就東山復出 葉皮三袖 要將習近平一部分的權力斬了 就是這麽簡單 甚至有一天 將習近平完全取代 這個是有可能的 現在有傳聞李強會取代習近平 然後胡春華就會取代李強 做國務院的總理 就是李強做黨的總書記 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的 因為習近平真的很多人喜歡他 很認真 我早就已經預言了 因為我的朋友是屬於紅二代的 他們個個都爭取習近平的 不過沒有一個是認為解決辦法 他們是在這個瓦解中共 不要這樣說 他們以為 因為習近平損害了他們個人的利益 共產黨沒有損害他們的利益 所以當然要保黨 他們是要隨習保黨 他不會是為民除害的 他們個個是為自己的權力 為自己的荷包去除害 他的所謂害就是 因為他們害了他們 不是因為他們害了中國人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多幻想 OK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 我今天聽到張天亮講 二十一大 習近平就要退出來這樣 這個有沒有決定了 不是沒有決定 就是說傳聞 傳聞你的 傳聞 傳聞 就是這樣簡單 OK 好的 我在這裡補充少少香港的新聞 李家超就說香港現在是由志及興 那就是央企 大陸的央企就是華潤堂 全線在香港全線結業 他原先有100家 也都決定了 還有現在有一個要購 也是屬於華潤集團的 現在很多都結業了 剩下十幾家 補充少少香港的 是啊 我都可以補充一句 剛才我不是說 紅二代是對習近平很不滿的 華潤堂是屬於華潤財團的 華潤財團後面呢 肯定是紅二代的人 是 所以他們的調戲 他們的調戲很不順 他們的調戲很不順 他們認為習近平整和了他的生意 他原本是可以賺很多錢的 在香港那裡 但是現在因為習近平 搞到華潤堂都虧本了 所以調戲很不順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他們都是共產黨人 哈哈 他們是屬於黨性高於人性的人 所以當他們自己有麻煩 在一個很危急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會做一些毫無人性的事情出來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有太多幻想 好 好 OK 到這裡了 多謝吳先生 好 多謝 好 是這樣 拜拜 拜拜